昨天多區自早開始 連續第三天有人搗路 攻擊鐵路系統和進行破壞 搗路持續到夜晚 洪水九龍出入口 被從收費廣場天橋 扔下來的物件堵塞來回線 夜晚近九點鐘 有收費亭附近起火 黑三人走過 九龍塘聯合道和挖打路道 也經常有人搗路 有人向附近解放軍軍營蹬野 警方晚上也在中環北打街 和德庫道中一帶清場 多人被制服 旺角倒路的情況也仍然嚴重 裝甲車和水泡車套場 一度控制場面 各區公眾活動至今64人受傷 年齡介乎1到81歲 兩個男人危殆